歹徒日濕盜竊被發現後開槍 上個月有歹徒試圖闖入屋輪一住民宅 在被屋住發現後開槍 沒有造成人緣傷亡 過程被監控錄像拍下 案件發生於今年2月4日清晨4點 在視頻的片段中可以看到 幾名男子試圖闖入Allandale社區 Mena Avenue的一間居民住宅 其中一個人試圖用鞦棍把門打開 而隨後另外一名男子加入 用槍自住前門 其他幾名男子站在車庫車道上放哨 根據Fox電視台報導 屋主Ken Johnson被吵醒 在露台中看到有人用槍自住他 於是走回屋內 Johnson的侄子在房內拍門 並撥打911報警電話 匪徒可能不以為有人開槍 所以被嚇走 視頻顯示大徒退回車內 但有一個人走回屋外開槍 估計一共開了四槍 Johnson認為他是想掩護 在門口掉了鞦棍的男子 911的通訊員當時也聽到了槍聲 於是立刻派警察趕回現場 事件中無人受傷 Johnson的家以前曾經遭受過盜竊 因此已經安裝了監控錄像 他認為 匪徒不以為他家中植大麻 所以進來打劫 在星期一晚上 柯倫警方在East10街 甲29 Avenue的一間大麻企業 遭到盜竊後 打捕一人並叫獲兩支手槍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